今天感觉天气凉下来了 是吧 其实它只是没有太阳 所以上海的冬天来讲 有太阳就阳光灿烂 很舒服 没太阳呢 就感觉阴冷 今天实际温度是11到15度 但是总有一种低于10度的感觉 所以你低不到10度以下的话呢 就进不了冬天 明天也是 明天虽然最低温度到9度 但是最高温度到17度了 后天星期五的时候呢 还是晴天了 11到16度 升温的一个过程 而到了这个星期六 它的温度也是保持 只是到周日的时候呢 会降雨 那不管怎么说 上海的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 北方 华北和东北呢 逐渐开始降温 这两天呢 还真的有可能会降雪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东北地区 整个东北地区也好 华北地区也好 会有雨雪天气 这个温度会降下来比较冷 所以冬天来讲 对于生活在这个南方 生活在上海来讲 还是比较不错的 总是出门的话呢 总会觉得那么的寒意习人 我们下方的这个测词 如果说到旁边才的 在这里 下风 我们下期之后 我们下期之后 我们下期之为